韩国与美国2018年就驻韩美军费用分摊事宜,举行过十轮谈判,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一些知情人士,甚至认为双方脱伤到退回原点,韩国政府消息人士本周披露,可能由双方高层接手伤窃此事。 不排除有两国总统直接谈,一切皆有可能,韩国政府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本周告诉韩联社记者, 鉴于驻韩美军费用分摊谈判,在某个级别进展不畅,下一步谈判规格势必升级,即韩美双方会出动高层人物继续谈判。 当记者问及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否会介入,救助军费分摊事宜讨价还价。 这名官员答道,一切皆有可能。 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康经和美国国务卿迈克彭佩奥,加入谈判的可能性较高。 韩美自1991年起,先后签署9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 第9份协定,2018年12月31日到期,为签订第10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 韩美2018年3月以来,举行过10轮谈判,但一直没谈拢。 美方施压韩方大幅增加分摊比例,韩方则拒绝过重负担。 重整旗鼓再谈,美国自1953年以来,一直在韩国派驻军队。 现有驻军规模大约2。85万人。 韩联社报道,韩方2018年分摊的驻军费,大约9602亿韩元,约合58亿元人民币。 美国华盛顿邮报,上月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特朗普认为,应该让韩国的分摊费用翻一翻,相当于今后5年内,平均每年分摊16亿美元,108亿元人民币。 在上月举行的第十轮谈判中,韩美谈判人员,将分摊金额的分歧,缩小到大约1000亿韩元6亿元人民币。 但美国高层随后表示强烈反对,要求大幅提升韩方分摊比例。 一名韩国官员描述,这相当于磋商又回到原点,韩美迄今没有宣布何时开始第11轮谈判,显示,双方都需要时间重新制定策略。 不少官员担心,由于韩美没能及时谈妥助军费事宜,助韩美军雇佣的韩籍员工,恐怕会被欠息。 杨淑仪,新华社专特稿,美海军测试重型超高速炮弹图。 美国大众机械网站,1月9日报道称,去年夏天,美国海军悄然测试了一种超高速新型炮弹。 这是一种可通过现有寻仰舰,或驱逐舰舰套发射,飞行速度达翻马赫的制导炮弹,用于打击陆上目标。 精度是常规舰套炮弹的三倍,也可以作为反导拦截弹的廉价替代品。 拦截来袭的反舰导弹。 外界评论认为,这种炮弹,可能将彻底改变未来的水面作战模式。 原标题,日自卫队直升机,夜间飞行遭激光照射,飞行人短暂失明显样惨剧。 据西日本新闻1月11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对西部方面队,1月10日透露。 该方面队的一架运输直升机,在2018年10月,飞过宫崎县诸种村上空时,遭到激光照射。 造成当时正在驾驶飞机的副驾驶员左眼短暂性失明。 当时机长立刻替下了这名驾驶员。 直升机机体并未出现故障。 考虑到该事件有暴力妨碍公务的嫌疑。 宫崎县警方正在展开调查。 陆自西部方面队表示。 2018年10月24日晚7点25分左右,在宫崎县日向海域,完成飞行训练的一架CH-47JAE输直升机。 在返回雄本县驿城丁的高油原分囤地图中,遭到前左下方的一束绿色激光照射。 照射时间约为一分钟。 当时机上共有10人,遭照射的副驾驶员视力目前已经恢复。 西部方面队表示,激光,如果直接照到眼睛上,有导致失明的可能,可能会引起直升机的坠机事故。 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日本防卫省统和幕僚监部统计显示。 自卫队直升机,受激光干扰的类似事件。 2018年一年当中在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也各自发生过一起。 2015年,一名影视相关公司的男性,曾依用激光照射在美军普天间机场上空飞行的美军直升机。 构成暴力妨碍公务罪。 被处以罚金50万日元。 黄庭,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2月28日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8日说。 叙利亚政府进军北部城市曼笔记,是在试图发起一场心理战。 土方决议要给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个教训,去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 宣布进驻曼笔记地区,并在当地升起叙利亚国旗。 同日,去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宣布撤离曼笔记。 然而,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去政府军进入曼笔记仪式上不确定。 埃尔多安还说,土方的目标是要给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一个教训。 土军目前仍在土旭边境地区继续备战。 如果库尔德武装撤离这一地区,那么就没土耳其什么事。 曼笔记位于叙利亚北部阿勒坡省,靠近土耳其边境。 大部分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控制。 土方指认人民保护部队,是土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 属于恐怖组织,美军则一直经由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与人民保护部队密切合作。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土方多次要求美国清除曼笔记地区的库尔德武装。 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就叙利亚问题通电话。 双方同意在叙利亚问题上加强协调。 避免叙利亚一些地区,在美国撤军后,产生权力真空。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6日召开新年记者会,批评日本方面要求俄方归还南仙岛群岛违反联合国宪章。 呼吁日方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即南仙岛群岛主权,归俄罗斯所有。 提醒义务,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 对日方使用北方领土称呼南仙岛群岛表达不满。 他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日作战中占领并控制国后岛、宅珠岛、瑟丹岛和池武珠岛。 符合联合联合国宪章,日方要求反缓岛羽,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俄日双方同意,加快递结和平条约的谈判进程。 领土争端是两国迄今没有签订和平条约的主要障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22日访俄,并会晤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共同社解读。 正式俄方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前,就和平条约谈判再次牵制日本。 拉夫罗夫14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强调南仙岛群岛是俄罗斯领土,没有讨论主权归属的余地。 16日记者会上,拉夫罗夫否认俄方就和平条约谈判向日方下最后通牒。 说,这些不是缔约谈判的前提条件,只是我们尝试,理解日本的一种努力。 理解日本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不说我完全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国家。 提示界限,拉夫罗夫说, 日本追随美欧等国制裁俄罗斯,距离成为俄方伙伴还差得远,提醒日方不要加入反俄阵营。 他提及日本即将主办2019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说日方应为与会各国达成一致而努力。 需要与对俄态度强硬的美、英等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划清界线。 安倍期待就缔绝日俄和平条约,解决领土争端,早日取得突破。 俄罗斯报纸论据与事实16日刊发对俄克里姆林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采访。 佩斯科夫说, 俄日不签订和平条约,阻碍两国关系发展,必要有必要,但他重申。 普京与安倍去年商定,摸索让两国民众满意地解决对策, 并且必须不能侵害我国争议岛与上居民的利益。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